編段裏面有下角白色圍板圍著的地方 正正是興建之中的日東村投注站 今次這個投注站除了坐落在一座樓高三層 分別有三間幼稚園的樓宇之外 其實它的對面正正是日東村的巴士總站 那裡是居民平時上班下班 學生上學放學的雜山地 而巴士總站的對面 也就是投注站的對面 就是村中心的半圓形廣場 據當地居民所說 那裡是他們和小朋友休息的重要地點 可以見到今次馬會 真是為它新的投注站 是彌得一個非常開揚的地方 我們深信在這個投注站落成以後 將會是中環戶達到40%的日東村 一個重要地標 亦因為這樣 我們盼望政府能夠對於它對居民的影響 能夠更正視和關注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